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习靠女友接济 台八龙宇申报吴凤接轨 前任发声看新闻才知道 龙宇申首次演出三立台语八点党一家团员爆红 没想到28日被周刊爆出 他与剧中饰演老婆曹凤的何依佩过从甚密 甚至一起同住同一个饭店 疑似假戏真做 而龙宇申戏外有个模特女友 两人一开始为同门 未料今日也传出两人情段 龙宇申更被说是无缝接轨 对此龙宇申前女友魏红银邹明恩也发声 分手后大家还是朋友 祝福彼此 龙宇申有个交往多年的前 同门模特女友魏红银邹明恩 两人目前仍同住在位于三重的女方住所 据悉她开的车子也仍是女方的车 不过龙宇申证实已和女友分手 而龙宇申除了和女友感情生变 同时也被周刊直击多次开着 魏红银的车接送何依佩 于是被爆出无缝接轨 对此龙宇申前女友魏红银邹明恩大气回应 其实交往期间她就不会限制男友的交友状况 很多细节也是今天看到新闻才知道 坦言不愿意再多追问 希望双方可以好聚好散 分手后大家还是朋友 祝福彼此 谢谢大家的关心 至于何依佩和龙宇申两人 一前一后在同一晚都投诉 位于板桥的知名饭店 对此何依佩透过经纪人表示 依佩与龙宇申为同事与朋友关系 check-in部分是因为依佩 10月会见开两篇夜配 当天为夜配拍摄 都有摄影师与造型师同行 都是很棒的商品 10月间开始诚心推荐给大家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